好,那關於今天就是開放政治現金2023的一些進度的話 那主要就是今天想說就是有個名字嘛 就是要宣傳說,就不要說是Ronnie在做什麼 而是有一個好像有一個團隊聽起來比較大一點的在做什麼 所以可能名字就叫做 就叫用這個專案名字開放政治現金 簡稱G0V開放陣線這樣聽起來比較微 對,然後再來就是有在考慮說 那接下來如果大家對這議題感興趣想要到哪裡討論 那本來想說Slack 其實很多民眾可能不知道怎麼使用 所以可能還是用比較傳統的就是Facebook社團 Facebook社團也開好了 然後就是一樣是從原來的粉專來管理 那個粉專的部分的話 本來2014年就有成立一個開放政治現金 陽光照亮政商的一個粉專 所以這邊也應該會直接徵收當初這個粉專來使用 所以就是粉專是拿來發布一些每個禮拜 可能有一些最新的研究,然後連署的進度 然後跟一些想要讓大家知道政治現金這議題的相關資訊的一個管道 那社團則是大家想要參與討論的話 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或者自己的疑問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譬如說到底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開放是好是壞 然後或者是日期要設20天200天還是怎麼樣 這個要怎麼定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標準答案 這都需要靠大家討論共識的 然後再來就是目前交流時間還沒定 但可能我接下來會在Slack的頻道 或者是在社團上面可能會定期一兩個禮拜開一次的 就是線上的視訊聊天或音訊聊天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議題感興趣很想討論 然後有想法沒想法都可以歡迎大家加入 對然後再來可能要做很多文章相關的 那接下來已經有一些現有的計畫了 例如說會規劃時間與 因為我自己有去找中研院的李仲榮老師 他是一個研究政商關係跟政治獻金關係的一個學者 那我本來想要約他聊天 但是他說他現在最近人在國外 所以等他回國 他有介紹給我幾個熟悉美國 熟悉日本政治獻金制度的一些學者 所以可能近期也會找他們聊天 去看看台灣能夠怎麼參考 然後再來一些中長期的計畫 例如說我們現在只是針對財團的部分是第一階段 但是其實後面可能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然後以及說像現在可能我在就以上的提案是想要針對修法 就要定一個草案就是公開可能要更及時 但是我們有沒有不修法的方法 而是用倡議的方法 例如說可不可以做一些行動讓立委們主動說 我是一個透明的開放的立委 我願意自行揭露 我願意做得比法律更多 那如果有這樣的行動我們就不需要修法了 說不定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然後以及像廣告看盤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重要的議題 因為其實現在的選舉廣告看盤其實對於選舉的影響非常大 可是很多廣告看盤其實跟政治現金支出是連結不起來的 那以前Reader有做一個專案叫看盤追追追 就是他把用群眾外包帶來拍照拍到廣告看盤後 然後我們想辦法去跟他精流連結 但其實這件事情技術上有點困難是因為 後面要跟政治現金連結是困難的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讓這件事情變簡單 這也是我覺得接下來可能需要討論的 那以及說我們能不能做出更多的資料分析來 可以有更多的論述更多的故事 讓大家了解政治現金的重要 那石油高你要分享今天做的一些研究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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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謝Ronnie持續氣而不捨的處理這個限制現金的問題 然後就是我今天做了一些實驗 然後把Ronnie整的這個csv變成一個比較好的query的形狀 但是細節就不講了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們把這個本來這個每一筆transaction都弄下來 然後把Ronnie已經做的這個lookup就是那個category 就是哪一個產業反正把它稍微再整理一下 那其實為了主要是為了玩一個新的library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厲害的visualization library 然後就是我們大概現在就可以這個 這個基本上只要大概20行yaml就可以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是一個cross reference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說你要查什麼東西 譬如說 某一個人的 然後這邊就有他的這個產業別 然後這個理論上Excel也可以做了 但是就是說我們怎麼樣把Ronnie已經整理的資料 然後就是更多人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總之這個其實為了玩新玩具 然後我就順便玩一下這個資料 然後其中一個有趣的是說 這是所有有收這個 這是什麼 財團 財團不是財團 就是公司營利事業的政治獻金啦 我們從最少的開始 Ronnie是第二嫂 就在登記選立委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那個公司的捐款都蠻大筆的嘛 但是有一筆500就大 好 再接再厲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